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广播电台 走哈 瑞坑来的节目 今天的主持人 王子彦 黄子轩 非常高兴 今天动物与有在控制到台上见面 有在安妮节目的当中朋友师弟 安妮的留应时 是在安妮的新竹市的东门市场 有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就知道 我们的录音室就在新竹市的东门市场 这里呢是一个整理过后的 Open Studio 这几年的东门市场 从一个慢慢被人遗忘的古迹 渐渐的开始热闹了起来 这里除了有很多好吃的美食 同时也有很多年轻人的工作室 进驻在这里 我们的工作室呢 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成长 一起活化我们这个 具有历史意义的东门市场 今天的第一首歌呢 要带来一首翻唱的歌曲 原唱呢是谢雨薇老师 而翻唱的歌手呢 先让我卖个关子 他有一点复杂 怎么说呢 因为太多太多事情 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待会来公布答案 我们今天一起来欣赏 这首翻唱的作品 一撒 我待会来公布答案 我待会我们来订阅 我们今天要开始 我们今天进行 那你的心别松啊 不去表恋恋 离开一年 兄弟一年 多耐心多耐心 但留下葬白修衍 但兄弟一年 发作一场梦言 表情我多耐心 总统你个身边 偏离一面 笑你一片 嗨嗨又考虑了经验 还不想见 终于一年年 终于千万年 梦那好不想一世间 终于一年年 终于千万年 梦那好爱你 又想梦言 太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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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脸一样的眼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你快 我感念 我也心比重啊 梦觉流连连 流连连 你快一年 终于一年 终于一年 都哪一世都哪一天 留下 终于一世间 终于一年 终于一年 终于千万年 梦那好不想一世间 终于一年 终于一世间 梦那好爱你 又想梦言 他也想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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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 他也想梦言 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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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刚才你听到的这首歌 是二本猫翻唱 谢雨薇老师的作品 有没有人发现 以前雨薇老师这首歌 唱得非常有气势 非常壮阔 但是呢 由二本猫来翻唱这首歌 特别的温柔 这首歌呢 是子萱和二本猫 在《还我母语》30年 这张专辑合作完成的作品 这个礼拜 我们邀请到的 不是二本猫 而是二本猫主唱 雨薇的另一个团体 春面乐队 先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一起来听听 雨薇和春面乐队 分享他们最新的近况 以及他们的音乐故事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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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客 ReckonLive 方向转队 走哈 ReckonLive 节目 爱的主持人 风子弦 今天很荣幸 邀请到了 金音奖的得主 春面乐队 哈喽节目 欢迎春面乐队 呦 呦 耶 哦耶 呦 声音的频率都不太一样 哈哈哈 耶 介绍一下春面乐队的团员好了 来自我介绍一下 吉他手 叶超 主唱 阿乔 当黄瓜 杨慧轩 音音当黄瓜 高成衣 这个超有默契耶 欸 我们自己黄子轩与三瓶块 每次我都cue的 大家都跟僵尸一样 那种 主唱 我是主唱黄子轩 我是贵手小cue 我是贵手小头 我们也可以这样啦 你们这个好棒喔 你们 你们是成团五十年了 哈哈哈 刚刚才楼下遇到 刚才楼下遇到 刚才楼下遇到 啊 真的吗 四月三十是我们成团 的那一天 欸欸欸欸 我现在知道 因为那一天 刚好是我儿子出生 哦 对 纪念这样 叶超有小孩了 对对对 两个 其实我觉得春面乐队 在东门市场出现 真的超适合 你们这个团名 跟 是不是跟实户有关 到底怎么取这个团名 就是一开始练团的时候 是都在 阿乔家 然后阿乔每次练完团 就是带我们去他家 旁边的传统市场吃养春面 哦 对 然后 后来就 后来我们每次排练或录音 刚好我们都会遇到一些养春面店 吃一吃就说 我们要 像这个养春面一样 就是 怎么样 四散在 这么便宜这样 四散在全台湾 所以什么 谁是卤味 黑白切啦 还是黄冲冲是谁 哈哈哈 那你们当初到底是怎么组在一起的 其实是真的很 要感谢鲁石峰大哥 珍珠海军 因为在 在那个 闹热塔的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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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本来是找我 跟我们另外一个 薩斯峰的朋友 嗯 结果那个薩斯峰的朋友 临时 放牛 也牙齿不舒服 你可不可以想 微软一点 对我们温暖一点 所以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 只有我们两个人 可是第二次的时候 小 就是阿乔还是想要再找一个管乐 那后来我就想说 那我就找 找羊牛 那羊牛是我以前大乐团的 爵士大乐团 他在里面吹薩斯峰 然后做我对面这样的意思 对 那时候的大乐团叫什么 TY是台北爵士大乐队青年团 我们是青年团 他们在青年的时代就认识了 哦 不过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其实春面乐队的这个组成 其实是真的很跨界 因为大家一般想说 四件式的乐队 很多时候就想到 比如说鼓手啦 贝斯手啦 像我们自己团 我们自己的乐团是这样 还有吉他手啦 但是你们不是 你们有吉他手 然后主唱 但是另外两位是管乐 所以其实我觉得 那个声音的声前听起来 反而很特别 但是没有节奏乐手 那没有节奏乐手怎么办 我就是节奏乐手 因为在爵士里面 吉他算是节奏乐手 哦 我们就是吉他跟鼓贝斯 都是节奏乐器啦 所以 所以我在我们团里面 其实就是主要做 单人就是比较多懂 懂角声 其实我们第一弹黄管 也是 就是常常会把它拿来当贝斯 就是互相支援 就是互相支援 对我们其实是大家互相 有时候 你是旋律 你是节奏 就是互相一直转换 我是和声 但是一般我们听到 当王管 或者是其他的管乐器 我们大概是爵士乐的 曲风比较多 为什么曲风 我听起来就是 其实我常常听完就是惊呆 就是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接触比较多 是流行音乐 然后热门音乐 但是我觉得 村面的音乐 其实是除了爵士以外 跨到一点点艺术歌曲 再跨了一些流行音乐的成分 所以我觉得 听你们的音乐我觉得 那个感觉就是 整个村面乐队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你们的音乐曲风啊 写歌的大概是谁主导的 阿乔 我们是一个这个工厂 我们是一个工厂 有SOP的 SOP就是通常阿乔会写好demo 然后丢给我 然后我就把它编好 然后我们再四个一起练团 你们练团的时间多不多 其实还 最少每个礼拜一次啊 也看状况 我们通常都是集中练团啊 比如说我们要录demo了 或是要那个时候 可能就一个礼拜会 连练个两三天 不过我感觉就是 我当然有看过一些 你们练团的影片 但是我最常看到 你们的影片好像是叫做 村面健新房 就是在做健身 是不是 这个就是 我们主唱 主唱的嗜好有关系 对 其实我本来是完全没有运动的嗜好 真的 其实我本来就觉得 我跟运动是没有这方面的缘分 但是因为在跟他们排练的过程中 我就是默默的发现 两位双管旗下的很厉害的音乐家 不管是杨年 或者是高成英 他们在气息的运用上面 都非常的通顺 完全 不知道他们在什么时间点去换气 然后我就一直默默观察 他们到底是怎么样 训练自己这方面 后来才知道 妙妙妙妙 一直都有去健身房 而且不管是 他甚至在剧场他们去中国训练的时候 就是每天换不同的城市 他都会去健身房 不管是跑步机啊 或者是其他的 就简单简单的 然后他有跟我分享说 他跟哪些演员一起去健身房 然后有一些 讨论 分享 对 然后我就觉得 原来他都是这样练功的 然后陈寅也是 而且 我一直本来 我以为高高是天生的身材 因为你知道 对运动没有sense的人 就会觉得 他应该是天生的身材好 后来 闹热打一台 某一个 就是找我 也没什么特别 就是找我一直回去闹热打一台 比赛的那一个人 他说 他常常在健身房 碰到高高 我就想说 原来 我找到他们 可以栖息 就是训练这么好的 佩博 但是他是像那种 功课很好的学生 就是他一直在健身 但是跟他们说 没有我昨天吃牛排 我昨天炸了 我昨天都没念哦 我昨天都没念哦 我最近都 我最近都没有念书 然后考了一百分 没有他们两个不是那种心机的 他们就是你去问他说 那你去健身房做什么 他们就真的告诉你 所以就引爆他这个全面健身房 他像是最厉害 他最认真的 他最认真的 没有到最厉害 不过我觉得小厚真的 这个健身 很有成 因为我常看到他的影片 然后包括他跟他的好朋友 陈明珠两个 哈哈哈 有一天看到他们在那个 呃 现实动态 两个在山上 做那个深蹲的那个 照片 刺激了我 哈哈哈 哎 你怎么会 跟明珠这么好啊 他刚刚还打电话给我 他问我说 炫耀 他跟我说 你在忙吗 我说没有我在新竹 我要去子玄哥的live 然后 他说好吧 拜拜 哈哈哈 我们都一直想邀请他 还都太忙 他都没有来 明珠赶快来 哈哈哈 所以最近因为我们要 就是整个台湾 大家都在防疫 所以其实我也有看到你们 跟明珠有合作了 这个洗手歌 嗯 这个地方很特别 你们在以绝学的精工实验室 录音演唱 为什么会选一个精工的实验室啊 我差点被你考导 哈哈哈 你是刚好是不是 消费很多所以去那边 不是 不是啦 就是 当然除了以绝学的老板娘 她本身 我一直就是很关注她的作品以外 我觉得金属工艺这个东西 对因为忘了说我是美术系毕业的 然后金属工艺这门科目 刚好是我大学的时候 然后众多美术的课程 什么水彩油画 那种电汇之类里面 好异我都修了 就是没有修金属工艺 对我就刚好不会 然后 之前就 反正就因缘忌讳也去那边 自己做了 就是在以绝学的空间里面 手做了自己的第一个 精工的戒指 就一切我都觉得 非常的charming 在他们的店里 任何事情发生都会让我觉得 非常的期待 就是 就是 你不觉得金属工艺的作品 它 可能是因为它的材质本身 是让人觉得有一种冷冷的 就是都市味 可是当你到了以绝学的空间 不管它是台北的分店 或是台中 最近心态其美的空间 你会觉得 在城市里 它建造了一个很新鲜的感觉 那个新鲜不是说新鲜感 是 真的你的灵魂会 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 对 它有很美的 绿洲 对绿洲的感觉 所以我会很希望 这样子的场域可以让我们的音乐是 互相加成的 对 其实不要听春明乐队讲话的时候 平常都很闹 但是讲到艺术的时候 他们其实都 充满一个很专注的眼神 虽然你们看不到 但是刚我们已经有预先 听到他们在练习的时候的声音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 我们直接来听春明乐队 Live 演唱 还有他们的音乐故事 做客 reconline 我想念你 我听说 我听听你说 你还是在你的声音 我早上就是自己灵魂 我一直在这里 我应该有点厉害 你如果没有想到你 我本身有没有想到 我心里有什么事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那爱情会去哪里 虽然爱很满地 爱永远去天去掉给真心 把坏的手里好珍惜 最浪漫的行李公公 小康天阳 就有钱要赶你 情浪漫的行李公 爱马隔隔隔隔隔 一只脚脚脚脚脚脚脚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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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冲是要往山西给你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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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啦啦啦 記著不甘願表達愛情 記著不甘願表達愛情 哇 聽到我都呆掉了 剛才這首歌 韓侯堂 村面樂隊現場演唱的這首歌叫做 愛情三十七 肖偶 愛情三十七 CNK 怎麼講 愛情三十七 這個歌曲聽起來是跟誰有關係的故事啊 哪個阿婆的 啊不像阿婆是嫁婆 嫁婆啊 外婆啊 愛情 外婆的愛情 是什麼意思啊這首歌 呃其實就是在講外婆 她生了五個女兒之後呢 呃就是我第一個外公就是因病過世 那她在三十七歲的時候遇到了另外一個願意跟她洗手完成一生的旅程的我的第二個外公 嗯 然後呃裡面就是有描述她 他們 退休之後呢就是全世界去玩 甚至去南非去了兩次 然後我外公會帶著V8 錄了很多外婆是女主角 世界的風景 所以最後歌詞最後就是描述說 呃你們會相信愛情嗎 對 就是這樣子的心情 哇 你們的團員聽到這首歌曲 你們相信愛情嗎 你們相信愛情嗎 一定要相信 哈哈哈哈 孩子都生了 喔 喔 還相信 欸 不過這樣講起來葉超就是已經進入愛情的那個 本 中間 中間而已 中間而已 還沒有 本風嗎 小孩兩歲嘛對不對 對 很好聽欸 小歐你平常在寫這些作品這些歌曲啊 就是你在發想的時候 比如說這個故事 我想你應該也不是最近才聽到 你可能很很久之前你就知道了 那包括你們其他的作品 你都怎麼去蒐集你這些想要寫的事情 跟我們比較俗稱的靈感 呃以前在畫畫的時候好像也蠻多人會喜歡討論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只是有養成 就是有什麼想法我會把它寫在筆記本上面 嗯 就是養成這樣的習慣而已 對 那像歌曲裡面講到說男主角也就是我外公說 只要少看電影就有錢可以養小孩 這個對話其實是來自我爸爸有一次跟我說 他很敬佩我外公 有這樣子的想法 因為外公他以前 每個禮拜他單身的時候 他每個禮拜會自己一個人去看電影 看個幾場的電影 那他的朋友 軍中的朋友知道什麼 他要娶這個已經有五個女兒 甚至還不只帶了五個兔油瓶 還把他的這個女子 就女主角的前夫的媽媽 也要一起這樣跟我外公結婚 所以我外公的朋友就是很反對 就說你不會有錢可以養這麼多的女孩 然後我外公就說 那就少看一些電影就有錢可以養小孩 就這故事是我爸爸告訴我的 對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說靈感的話 還真的是生活聊天中 聽到一些讓你心裡會記得的東西 嗯 我覺得小歐是一個蠻懂生活的人 就是因為我們比較沒有很常見面 但是我常常都看小歐 我覺得我很常看到你 都是在虛擬空間 我也是在虛擬空間看到你 沒有 我們本人很少見面 我就說上次我見到你已經是2019年客家流行音樂節 那已經是去年年底的事情很常見到你了 已經快半年了 不過我的意思是說 我在臉書上看到小歐她很認真的在過自己的生活 包括像健身啊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我看到生活裡面 比如說我常常臉書上看到這些朋友 我覺得有一件事情很難得很可貴 就是你喜歡一件事情你堅持到底 不管是你在做健身也好 或是你做畫畫對你執著的藝術也好 或者是春面樂隊他們的音樂 其實現在呢 不要說菁英講 在之前其實就已經開出一朵蠻美麗的花 讓台灣很多的聽眾可以聽到他們的音樂 我們先休息一下好了 廣告回來 我們再聽聽春面樂隊的故事 做客Reckline 更快 陪逢 Zither Harp 为啥没响响你说抱歉 原来我已经熄起了你的心里 不爱不爱不爱去对 时间已无悔 别对你说我念乐去你又念一杯 一粒心等也等 一粒人散步跳舞 当初的手背当初的情歌 可笑你的口中掛定你开阔 想想心哪个淡薄 疼为你和你 现在无人嘴巴 走过的美容黯淡的阳 红彩灯霜 红彩灯霜 Homtai Homtai To you To you Homt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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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的感情为老头 我慎配好 可爱的亲爱 你失去了 再回了我心肝 看来白痰的心 跟隔离去问是 背 背大腸 时间里有 背背对你讲 我凌鲁起你个人一杯 超过海比辩脸淡的样 红彩断所红角凶山 超过海比辩脸淡的样 红彩断所红角凶山 公司超过海比辩脸灵 荒謙轉圍 翻山轉圍到你唐度的高空 非常好唐的春年惡水的高空 風吹風吹風吹 我覺得在新竹 聽到這首歌曲 特別有感覺 小欧这首歌是怎么样写出来的 有什么样的故事啊 真的啊你有讲一下 就是吹动您心血的风啊 对 就是你在这个地方住了这么久 应该从大姨一直住 住到大概2017年 就是这种感觉吧 小欧以前其实在新竹住过很长一段时间 现在搬回台北 对因为以前就是念 现在叫清华大学的新竹教育大学 对啊 然后我觉得这个歌曲里面有很多琐碎断裂的情感 中间怎么样子的串联 真的真的很感谢杨妞在这个曲里面 带给我很多新的能量 我常常都说她是我的单黄管女神 所以一定要听一下她是怎么觉得 我第一次听到 帮我揭话一下拜托 OK好 其实那时候在我们在编曲这首曲子的时候 我觉得因为那时候叶超就给我们一些想法 就是关于六八拍这件事情 所以就是其实有个韵律的感觉 然后再加上她的歌词在讲风吹 所以我其实在吹的时候一直都在想风的这种感觉 风有很多层次 风有季节的风 风有时间感的风这件事情 所以我一直在做这样的层次的感受 然后再加上有她 有吉他跟贝斯 克兰奈给我一点 底 所以你会一直在吹动这种感觉 所以就会跟着小欧的情绪一起 很紧张很紧张 可是又可以获得一些释放 我大概只会跟她说 风吹断线风笑轻松 对她常常都会丢一句就是 一句话 然后我们就 蛤 哈哈哈哈 就是这种感觉 我一直觉得你们 其实都可以接到彼此的梗 就像你们刚才在接话 彼此在接话的时候 那个timing 其实我觉得是很有默契的 我觉得你们好像主团 组了五六十年的感觉 你们真的是因为 NOW NIE大鲁腿的关系吗 那我其实私下很常讯息 杨妮跟她说我爱你 然后她说我知道 然后我就说 你谁啊 哈哈哈哈哈 我是觉得可能有一些原因是因为 杨妮她也在剧场工作十年了 嗯 然后高晨英就我们第一大航馆 她也做剧场的 Live 乐手也 也合作蛮久 那我自己 我以前是主修剧场 所以我觉得是因为这样 所以大家可能 对于这个文本啊 然后转化成音乐这件事情 也多少有 有背景 所以我觉得春面乐队的音乐 其实让我常感觉到 真的就像你们刚刚所说 你们都是戏剧底的 所以我觉得有戏剧张力在里面 好像常常很多的音乐有一些铺陈 然后到有一些要 特别强调的情绪的时候 可能特别大声 或特别的用力 我觉得那个在听众的耳朵里面 其实是听得出来的哦 那回到刚才讲到这首红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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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录在这张专辑 这个专辑的名称 其实我从小听我哥哥讲到的 哦 你哥哥属狐狸 不是 不是 应该这样说我的堂哥 我堂哥其实是 是狐狸 堂哥是 狐狸人 然后他只会一句客语 就是 这是他以前高中他教的女朋友 是客家人教他讲的 他只会这一句 所以我对这个词印象很深 我以为小欧就是我哥 没有啦 没有啦没有啦 不过回来讲 狐狸莫小鸟 这个是我们客家的这个礼语的 你怎么知道这个词的 我跟那个小猪姐姐 敏英呢 对 小猪姐姐敏英 我一开始 就是 写歌的时候 我有大概花了一年的时间 跟小猪姐姐常常碰面 跟他学课语 有一天就是聊天聊一聊 就问他说 那是不是很多课语的一些俗语 都跟台语的是可以有应对的 我就随口问他 那像我 我感觉我们现在 孤秋比伯贵 他就告诉我 狐狸莫小鸟 哎 我那时候一开始以为是因为 二本猫 所以狐狸莫小鸟 我刚刚以为我找到那个 堂哥的前女友 可能是 警报又下那个哒啦 不过刚那个是真的是客家礼语啦 而且我觉得很多客家人 会就是像我妈妈 他听到这个词他就会吸引一下 哎你们团圆里面 如果小猪在讲这些客家故事的时候 你们都听得懂吗 你们团圆都是客家人吗 没有 除了小歐以外 可是小歐會很細心的跟我們講他為什麼要用這個東西 所以他花很多時間在跟我們聊天 村民很愛聊天 練團大概90%都在聊天跟喝咖啡跟吃蛋糕 還有吃麵 然後最後10分鐘才好練一下 然後最後10分鐘吃麵這樣 沒有是說趕快來練肚子餓了然後要去吃麵 我們常常都這樣嘛 可是我覺得這個過程蠻重要 因為就是你有感受到他要講的這個故事跟氛圍 然後你要表現的時候或編曲的時候 其實比較可以直接抓到重點 而且我相信你們在成團以後 也有經歷過很多不同的客家的演出嗎 其實以前我自己的樂團也是這樣 就是帶著大家去不同的客家節慶 或是活動演出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很新奇 因為有一些習俗是 可能不是客家人 你不會經歷過那樣的習俗 所以比如說像那個客家一鳴記啊 有殺神豬嘛 殺大豬 那所以有時候大家看到那種情景 就會覺得很特別喔 所以我覺得透過這樣子的 比如說做音樂啊 然後或是玩團啊 去表演 其實讓我們做音樂的人視野都變得很開闊 所以我相信村民樂隊未來應該還有很多的地方要去 不過我們今天節目在這邊差不多要告一段落 非常感謝村民樂隊來到節目做客 我們下禮拜還要再聽一次村民樂隊的故事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村民樂隊的音樂故事 盡情鎖定 FM96.7環宇廣播電台 走哈Reckonline 我們每個禮拜六 早上9點到10點 準時為大家服務 希望你的修堂 在主情音風自憲 在你下早禮拜 上下了 我家記了你 我家記了你 好安安摔摸 想再一次說謝謝你 一天一夜又一年 又無聊平凡的考驗 精彩 快到輕輕挽繞風 啊火生體累得下 靈魂靈魂你可以 依靠我身體多久 如果你说你太走 我愿你是温热的决定 再来再来滴滴滴滴滴 早早听 我愿远远的 再来再来滴滴滴滴滴 大大高潮天气的 冰冷的片花 那才是灵魂 是你 好不容易放开你 轻轻的消息 轻轻的消息 好不容易放开你 我还完了 我还完了 还活着そう是意义 灵魂 灵魂 你可以 陪着我凝望不久 枕头讨厌的自己 带来回回的声音 该 该做决定 命运 然后再随心 啦啦啦啦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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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过去过不去 啦啦啦啦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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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通细心的 我愿意承受我的未来 只是小梦 一场大梦 放开我 尽手反抗心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